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evin 在上节课中,我们用Switch语句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有限状态机 这节课我们将采用有限状态机的框架实现一个通用的有限状态机 我们还是采用巡逻、追逐、攻击、死亡这四种状态来分别实现 在框架的实现方式中,每一个当前状态都会有一个状态类 这些状态类都有一个相同的积累 每一个状态类都拥有自己的字典 其中存储着当前状态所拥有的事件和新的状态 用来表明在这个状态下,如果发生了某个事件 有限状态机会转到哪一种新的状态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框架在Unity3D中的具体实现方式 打开Unity的项目 还是在FSM这个文件夹下面 首先我们要先来写一个叫做FSMState的类 这个类就是所有状态类的积累 它的每一个派生类都代表了有限状态机中的某一个状态 状态类中应该具有添加和删除两个方法 用来管理记录这些状态与事件之间的转换 在编写这个类的代码之前 它要先去写一个叫做FSMManager的类 在类中去定义两个枚举类型 分别表示事件和状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类的具体实现方式 在这里创建一个叫做FSMManager的类 这是一个管理类 它主要用来控制各个状态之间的转换 所以我们还是让它继承我们上节课写的这个G类 然后来写两个枚举类型 第一个是状态转换的事件 这里我们定义几种事件 第一种是看见玩家 然后靠近玩家 还有玩家离开了 这里我们认为找不到玩家 最后一个是死亡 这里我们写了四种事件 相对应的还有四种状态 我们也将它每举出来 这四种状态 分别是巡逻 追逐 攻击 死亡 这个类我们就先写这点内容 然后我们再去创建这四种状态的G类 这个类是所有状态的G类 所以我们不需要继承任何的其他的类 也不需要这两个方法 然后来定义一些参数 每个状态都有自己的字典 我们先定义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我们给他的键就是转换的事件 值就是状态 既然是状态的G类 当然要有一个参数状态 还有目标 然后是寻入宿主 这些参数都是我们上节课写过的 还有转向速度 移动速度 追逐的距离 攻击的距离 攻击的距离 驯鹿抵达的距离 这就是我们给每一个状态设定的参数 然后还有方法 刚才我们就说过 每一个状态都应该有一个添加和删除状态的方法 我们先来写添加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检测一下 这个字典中是否已经存在了这种状态 如果已经存在了 我们就不再添加了 这里可以给自己一个提醒 报个错误出来 然后返回掉 如果不存在 我们就将它添加到字典中 这就是我们的添加状态的方法 再来写删除状态的方法 这里我们还是需要判断一下 字典中是否有这个状态 如果有就将这种状态从字典中删除 然后返回 否则报一个错 提醒一下自己 然后再来声明两个需要派生类去实现的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作用是用来确定当前状态是否需要转换到其他状态 然后再来写一个当前状态的行为 也就是当前状态下需要做出的反应 再来写两个其他类里面都会用到的方法 第一个是根据事件获取状态 我们给它取名获取状态 然后将转换事件传进来 在字典中找到状态并返回 再来写一个获取寻录点 这个方法我们上节课也写过 设一个随机数吧 就用来随机我们寻录列表的下标 所以把寻录列表的长度传进来 当找到寻录点的时候 就将寻录点的位置设给目标对象 这样我们所有状态内的积累已经写好了 现在我们去实现状态的管理类 这两个方法我们已经在它的负类写过了 首先我们来写一个状态列表 用来储存我们所有的状态 再生命一个当前状态 然后是当前状态内 我们要播放动画 所以还需要一个AI对象的动画组件 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些控制状态的方法 先来写一个添加新状态的方法 先检查一下传过来的这个状态 如果是空的话 报一个错误提醒一下 然后检查一下当前状态列表 如果状态列表里面还没有值的话 就将传进来的第一个状态 稍微当前状态 然后直接返回 如果列表不是空的里面已经有很多值了 那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当前状态是否已经存在列表中 如果已经存在我们就报个错误分构 如果已经存在我们就报个错误分构 直接return掉 以上情况都不满足的话 我们就将它添加到状态列表 有添加功能就一定有删除功能 所以这里来写一个删除状态列表中的状态 当找到这个状态就将它remove掉 如果没有找到我们还是报一个错提醒一下 对状态列表操作完毕之后 我们再写一个状态转换的方法 这里可以根据事件来转换状态 所以我们传一个事件进来 根据事件获取到状态 这里为了等一下我们更直观的看到状态转换 我先将转换的状态打印出来 将获取到的状态改为当前状态 然后便利状态列表 然后便利状态列表 将找到的状态列表 将找到的状态列制为当前的状态列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传入的事件 切换到其他状态 然后再来重写三个负列的方法 这个我们上节课也写过 第一个是初始化AI对象的有限状态机 设置攻击速度 这里单位是秒 上一次攻击的时间 获取玩家对象 我们可以根据对象的标签来获取对象 这样的效率比较高 将获取到的对象复制给玩家对象 这里还是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是否有找到玩家对象 如果连玩家都没有找到的话 我们的项目就很难测试 所以这里做一个判断 如果没有找到报一个错误 再获取一下动画播放组件 这里还需要去构造所有的状态类 但是我们的状态类还没有实现 所以我们先写一个空的方法在这里 我们先将方法写在这里 等一下再回来实现它 再重写一下update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处理上一次攻击的时间 然后重写fix update方法 这个用来定时更改当前状态 这个是检测当前状态是否会发生转变 我们将玩家与AI对象都传进去 然后是更新当前状态的行为 也将这两个对象传进去 再来写一个播放攻击动画的方法 判断一下上一次攻击的时间 如果上一次攻击的时间大于了攻击间隔的话 就可以播放攻击动画 这里需要调用我们上次自己写的那个攻击方法 重置上一次攻击的时间 否则我们还是播放站立动画 状态机的管理类就先写这些内容 其他的代码 等下节课我们写完所有状态的类再来添加 大家下来还是动手去实现一下这节课的代码 我们下节课再见